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古称《新庆府》还有赛上明珠、鱼米之乡等等的美誉 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之下 我们决定来个体验豪情黄沙品味西夏文化和回族文化的风情之旅 不过他们也说了 想要启动欢乐之旅 必须先过着第一关 您问了 这会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银川近200平方公里的沙漠里 你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在茅乌素沙漠的边缘地带 黄沙古渡的老乡 在沙丘之间架上了溜索 这险要环境中 发挥运输功能的古老交通工具 现在也成了银川人挑战自我的运动项目 大概有个四十度五十度 四五十度是吧 那长度呢 长度大概有个四百米左右 四百米啊 四百安全 因为它受的是你的腰 人的重心 控制的是人的重心 受的是人的重心 对 因为有的是你的腰部 我们要随时拿一个小摄像机能行吗 一个手扶住 万一中间要掉了怎么办 这马上就迎着夕阳 我就要飞到山的那一边去了 是不是 对 这才是真正的飞翔 而且是在黄河岸边 对不对 对对对 准备出发了 好的 来 来 来 一二三 一上 来 走 一二走 一头高一头低的溜索 借助高度的自然落差顺势而下 在漫漫黄沙上空的飞速滑翔 克服恐惧与障碍 能坚持下来就是好样的 我到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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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到了 飞着飞着就倒着飞了是吗 对对对对 为什么就倒着飞了呢 这一只神的飞翔 是不是不是我 是吧 太害怕了 要看是吧 你真的怕了吗 我是睁着眼睛的 你看见我了吗 展翅飞行 真的 我看到你了 所以你比我还勇敢了 可以这么说 你也挺棒的 太棒了 我觉得非常荣幸 咱们俩今天能一起飞到 然后完成一次自我的挑战 是吧 好难忘 好难忘 真的 有了这次的经历 我觉得什么都不害怕了 是不是 对 以前 以后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都能够去勇敢的面对 去客户 毛毛经受住了考验 赛上江南的欢乐之旅 也由此开启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咱们靠着黄沙 又能怎么做呢 哇 那就说明这个沙土 是非常的松的是吗 对 通过这个沙土的风 钻头打下去 就是非常松的 其他地方你看 时间插不进去 那就说明就是说 山药它只适合这种松软的 沙制土 才能生长 是吗 就是专门给它一个环境 让山药长得又 又长又错 其实平常在我们心目中啊 沙它可能就是说 不适合种这个农作物 是吧 对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山药在这能生长得特别好 对对对 山药在这没有病害 没有唇害 咱们今天在这种 就是一千亩 一千亩啊 全部种的山药 对 两吨半吧 两吨半 两吨半的话 那按市场价能挣多少钱 总共是一千亩地 产值将近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哇 有句话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咱们是靠沙吃沙 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 近千亩的荒漠 近六年的制沙 不光收获了产量丰富的山药 而且也成为保护生态的能手 看看这些粗壮营养丰富的山药 就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新奇汗水和无数次的失败经验 这个粗的是叫大河肠玉 也是一种特殊的品种 新品种 这种细的呢 细的是铁杆山药 也叫一根筋山药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那个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 这种挺好玩 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见 灵芝山药 对 它长得确实很像灵芝 是的 粗的这个大河肠玉呢 它含的丰富的蛋白液 所以呢 它就比较那个粗 吃上口感脆 然后这个细的铁棍呢 它的那个营养成分呀 因为蛋白和多糖 包括氨基酸 还有造钾 它的含量特别高 尤其是对糖尿病人非常好 所以它的你看瓷是像铁棍一样 那能生吃的是哪一种呢 生吃的就是你手上这个 我这种啊 粗的能生吃是吧 您拿的这种就是要炖是吧 炖汤 动针 煮 煮 煲 煲 都可以 文法纲目叫滋鹰的 对你信号 然后这个铁棍真好吃呢 就是不胜肉肺义气 西夏王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党像族建立的王朝 公元1038年 李元昊在新庆府 也就是银川建立了大像 当然遗憾的是哈 当然遗憾的是哈 不到二百年的时间 西夏就灭亡了 一个消失在历史当中的民族 我们也只能想象它曾经的辉煌 但是如今 人们用智慧让我们的银川之旅来了一次西夏文化的穿越 来到这个西夏的古风行街啊 熙熙攘攘非常的热闹啊 唐老师 那个您猜猜这个牌楼前面 上面是两个什么字啊 市经 您这猜的也太快了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字好像应该是西夏文 对不对 对 它是有特色的 特色的呢 上面你看它那个 那个都是一样的 代表什么与金钱有关 市经与经济 下面呢 它还是与这个货物交换有关系 就是同样的 据说这个西夏文是来源咱们这个汉字的偏旁是吗 它是仿照这个汉字的一部分 不完全是 就是说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对对对 它要对着旁边那个市经两个字啊 我们这个市经呢 它就比较简单看起来 而西夏文呢 它比划就比较多 对 第二个 它讲的比较方正 对吧 第三个呢 它是讲的偏旁步手 讲结构的 这个西夏文的特点 所以现在又长知识了 认识两个西夏的文字 市井 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非常的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对吧 对对 房谷的西夏市井街 希望再现当年大夏国的繁华 风情街的话 基本上两边的建筑都是复原了当时这个西夏的这种古建筑是吧 对对对对对在这个西夏东西吧 这个很明显 还是挺有特色的啊 都是石头啊 是吧 有黄泥啊 对对对 看看这铁匠铺 您就能感受到当时的冶练水平了 扁蛋糕 扁蛋糕 我听明白了 知道 扁蛋糕就是挑东西的呗 我们这位大爷现在代表的是西夏的铁匠对不对 西夏国的铁匠会不会打这么复杂的这个铁器啊 西夏的时候铁匠要比这个时候它这个呀 更要精致 更要精致一些 小到一个叫改锥 大到兵器 和日常用的这个东西 非常好 已经很发达了是吧 对啊 那您打这个特别要用 要很用劲是不是 很用劲 一般铁匠都会那个力气很大 一些比较大 一般铁匠这里硬的 有鸡肉是不是 就是 经常打铁链 对对对对 您以前也是打铁的 以前就是打铁的 打了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 都打的是什么呀 年轻的时候 铁匠 打着漏了 一阵阵热闹的欢笑声把我们从铁匠铺吸引过来 原来有喜事降临 虽然这彩楼招亲经过现代人的演绎多了几分游戏的色彩 但是从服饰程序上我们还是能看出西夏王朝婚礼背后的点滴学问 那我看你刚才那个公主送了您一个东西是吧 嗯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呀 唐老师这个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吗 这个西夏呀 嗯 它是个缺精少铜 嗯 没银少铁的这个国家 哦 它的陶艺呢 非常的发达 嗯 珍贵 嗯 在一个美丽的传说 嗯 就是两个人若是相爱的时候 嗯 两个人的血放在这个里边呢 如果能发出一种红色 哦 就是表示着两个人的爱情比较长久 哦 这也是个寓意 我看他们的服装也特别的漂亮啊 非常的艳丽 接近于宋朝的这个宫廷的服装 哦 你看从这个大城驸马 嗯 到这个公主的这个 但是呢 它的这个像这个头冠啊 头冠啊 这是西夏独有的叫启云冠 启云冠 就是像云一样的启 还有像云朵一样的 对 它这个像一个云朵一样的 对 是李元浩呢 给他最钟爱的一个皇后 叫莫葬皇后啊 哦 独家定制的 哇 那么现在在这个西夏的这个公主里边出现呢 我想可能是西夏王杨浩啊 把这个这份爱呢 封出来一点给他的公主 哦 在西夏的这个 所有的女性里边别的是不可以这样 这个肩膀啊 和这个这个收肩这一块啊 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游牧民族 哦 比较善于这个说打仗 打仗 做事的时候呢 哦 还用的 所以就是说他既吸取了我们宋代的这个服装特色 而且又区别于宋代的服装是吧 是是是 完全就是说符合他们当时的那个生活的场景啊 比如他们要骑马的话 袖口太开了肯定就不方便 只能这样竖紧一点是吧 对 很方便 对 袖口太大了兜风啊 因为他这个民族呢 是一个游牧民族 上马能打仗 下马能干活 他平时包括他的公主吧 也应该是个很勤奋的 对对对 不是那种比骄养的那种 哎呀 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下得了厨房 上得了厅堂 对对对 你里外了一把手 这样呢 是吧 我觉得这个驸马也很幸福 再看看这些东倒西歪的房子 是现代人的奇思妙想 还是那个年代的写照呢 宁川平原 它本身是个地震的一个多发地 而在这个西夏的这个历史上呢 有史可记载的这个大的地震 就发生过好几次 地震 地震 最后一次呢 就是在这个公元1227年 陈济四汗的部队呢 也围攻这个中兴府 就他的这个都城的时候 就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地震 那么这个 他这个主旗公元 最为西夏的这个风情吧 就可能要表现 模拟了当时地震的这个情况 是吧 看一下这个里面吧 酒坛子 然后桌子 都是倒着的是吧 它呢 就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想象 然后呢 给人一种 对当年地震的一种感受 但是实际上发生地震的时候 如果房子倒了的话 东西都是掉在地上的 是吧 对 它不是这个掉在办公中的 对 好 直观一下表现 当时就是这样做 按照这个科学的道理 或者事实来讲的话 这些人应该是掉下来的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他把这个 房屋倒塌的动作呢 分解了 其中有一个动作是 往下倒的时候 是吧 是这样的一种 将要倒还没倒 还在上面 一个是已经倒在我们脚下的 我们 对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定格的瞬间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创意还是 对对对 让我们生 就是说 生动的感受到当时那个地震的情况 是吧 对对 战鼓生生 这烽火西夏的实景表演 讲述的是公元1044年 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 夏寮河区之战 此次战役 辽国大败而归 使得西夏站稳了脚跟 从此统治了宁夏 甘肃 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 形成夏 辽 北宋 三足鼎立的局面 精湛的马术和宏大的场景 让观众穿越时光隧道 回到了千年前贺兰山下 烽火连天 刀光剑影 边关马蹄的岁月 辽国的马呀 主要是蒙古马 它的特点是耐力好 所以说在打仗的时候呢 它能长久的走 那么除了打仗之外呀 草原上的人呢 它与马产生了很多的一些 娱乐性的项目 它叫马斗 斗马 战士们或将士们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会飙马迹 是吧 飞出世界的这种业业精神生活 对对对 李安浩呢 当然是指挥千军万马 更是一个 不光是武艺高强 更是一个杰出的 中士指挥者 对 一个政治领袖 对 非常的智慧过人 是吧 对对 不光是很勇猛 所有这些啊 就是说马上的这个 马背上的技巧啊 和这个技术 都是为了体现当年 在线当年那个西夏王朝的 马文化的这种丰富 正常演出上游客朋友来到以后 就像来到大西北的感觉 让游客朋友们回味到当年 辽国和李元浩 征战沙场的那种氛围 不过历史终究会尘封在记忆中 微微赫兰 不光抵御外来入侵和寒冷气候 这里还盛产一种宝贝 现在在这个桌上摆的全都是咱 宁夏五宝之一啊 贺兰宴 严老师 我想问一下 像这样一个宴台 您花了多长时间做好的 像这一方一样啊 我一般都得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来雕刻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上面 全部都是纯手工的 纯手工的 就是您一刀一刀刻下来的 对 这个松下这个 童子 童子放 牧牛 非常有意境是不是 这可能跟咱们传统的花鸟虫艺 就更有突破了 因为这个确实这一方小小的宴台 凝聚了您的智慧和心血 据说咱们这个贺兰宴 这个发墨特别好是不是 我们贺兰宴 因为它那个实质 是硬度比较合适 所以说它发墨比较好 就是说它这个实质很细腻 很细腻 很营重 我可以用手点一下吗 你看 特别的黑 这个发墨的这个功能还是很棒的 咱们要是用的话 再稍微抹一抹 它就更好了 名下的贺兰实验 天然绿子两色 古朴典雅 墨出的墨汁细腻有光泽 存墨数日 不干不锈 清墨就有一端 二奢三贺兰的说法 造型淳朴 讲究意境 意趣天成 是颜家艳的特色 在蓝叶主要有两种颜色 豆绿和生紫 我们在雕刻技艺上 主要艺人就是利用这豆绿和生紫 这两种颜色来搭配设计团 比方说这块小瓜 你看 整个这个造型是一个瓜形 你看 用这个绿的做了叶子 用这个 上面这个生紫色 做的一对 就是蟋蟀 蟋蟀 这是蟋蟀在豆蟋蟀 做一个小瓜 做一个蚂 这个在我们中国上也 传统这个 艳台上也有讲究 这叫刮碟绵长 刮碟绵长 形容事业发达 家族兴旺 就是说每一方艳台 其实它都是 都有讲究 都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讲究 而且都孕育了美好的这个祝福和希望 是吧 对对对 银川的回族同胞有近六十万 他们能歌善舞 开放包容 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民族文化 就拿着回族婚礼来说 阿虹念经进行证婚和祝贺是必须的程序 除了热闹 还有好戏在后头 回族婚礼遵循伊斯兰教规定 双方自愿才能举行 结婚后相敬相爱 爱之以德 敬之以礼 夫妻共勉 不过婚礼中 这本来受人尊敬的公婆 为什么被捉弄得如此哭笑不得呢 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公公化成这样啊 她化得越乱 她化得越稀奇 活活就好 上天没大小 上天没大小 您介意吗 大家把您化成这样 我介意 我挺高兴 挺高兴 公婆呢 因为在我们传统呢 她代表一种庄严 对 权威 家庭的权威 一种等级 对 那么这三天呢 就是刚才讲了 没大小 就是说平等 带来的是快乐 公婆首先要参加的这种 不服的这个行李里边来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结婚这一天啊 大家就尽情的快乐 是吧 不分这个 尊卑有序 尊卑有序 对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只要玩得高兴就行 是吧 虽然是演绎的婚礼 但是也能看出 回族婚庆习俗的特点与不同 在当地的回族小伙 如果会这种乐器 会吸引更多情投意合的姑娘 好听好听好听 我看出来了 会吹这个泥娃屋的话 必须是那个 要胖点是吗 中气足一点吗 我真的有点像个催眠曲 让人听得昏昏欲睡 对啊 哇好棒的 竟然发出声音了 取材于黄河巴的这个泥土 它这个呜呜 这个声音呢 也符合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的民族在古兰经济药义里边讲的是 不是那么很张扬 对 它有内练 就是它的花儿啊 它的这个胸啊 它表演起来 它都是比较低沉内练的 对对对对 它又符合这个民族的 而且它把这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呢 它进行一个发扬 小的泥娃屋 音色清脆悠扬 大的音色雄浑深沉 外表美观别致 也是山区或牧场 会族老乡喜欢的 自娱自乐的土乐器 而这号称中国最小的民族乐器口弦 也是深受回族同胞喜爱的 如果美丽的回族姑娘 弹着动听的口弦 小火在吹出悦耳的泥娃屋 那真的就是神仙眷侣了 优美的音乐 为回族同胞带来精神上的享受 而这银色小瓶 小小洋骨 又能带来什么呢 阿拉伯经文 您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奉养这人之所的真主之名 把赐给你赐福 赐给我健康 是吧 给你健康 主要起到刮室 我们回族做治疗的时候 讲究是以骨养骨 有点 以这个骨来养人的骨 是 养的钱架子骨 你看这块 我们可以作为刮室 小骨骼去用 这块我们可以刮头部大面 去用 那么这个地方 棱角的地方 我们可以刮比如说肋骨 每一个面都会有它自己的作用 上病下肢 内病外肢 前病后肢 其实八诊对一些脏腑内部的一些疾病的临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汤品八诊是过去丝绸之路沉淀下来的回族医术 它是阿拉伯医学 伊斯兰医学和中华医学文化结合的产物 在长达千年的摸索实践中 形成的有中国回族特色的保健医学疗法 头诊 面诊 耳诊 手诊 脚诊 骨诊 脉诊 气诊 八种内病外治非药物疗法和油疗火疗熏疗等 其实也是他们当时这个就地取材的这种方式 这个当时一千三百年前都是阿拉伯的这个先民通过丝绸之路跟中国进行经商啊是把这些东西带过来 他在路途过程当中没有器具 对 那么就是他们 捡个牛角啊 牛角啊 捡个骨头棒子啊 板板啊 敲一敲 打一打 感觉很舒服 对 来到了中国又跟中国的中医一看中国的经络学说 对 还有相容和 这形成了今天就中国特色的回族医学 一千多年前波斯人通过丝绸之路长途发射来到中国经商 人困驼乏 腰酸腿疼 歇息之时通过柔捏减轻疲劳 到达长安后 中国的中医经络理论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并结合自身原有的保健方法 形成了回族特色的养生疗法 末梢经络根传法 这就是汤品八枕的雏形 精致剔透的汤品 及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于一身 不光为人们屈并强身 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 传递着古丝绸之路的友谊 在银川游历了一大圈 给我们的编导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塞上江南河 天下黄河赋宁下 尽管这的自然条件不算是优越 但是这里的人们却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 创造出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旅途当中见到的回族习俗 更让我们对银川有了深刻的记忆 如果您还没有到过银川 欢迎您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的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米之婆仪隋德汉 陕北大地 寻找最美的米之婆仪 发现最强的隋德汉子 这里有着黄土高原 独特而神秘的西部气息 这里的女人和男人 有着属于他们的独特气质 从米之婆仪和隋德汉子们的精神背后 看米之和隋德不一样的西北风情 下期敬请收看 寻找最美的米之婆仪